我都不认识 颜夕 竟然真的是你 为什么伤害难攻的人偏偏是你 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大家不受到伤害 姐姐 其实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了 不知道到时候 你愿不愿意爽光 来我的生日宴 你的朋友我都不认识 会不会有一点尴尬 其实回国之后啊 我一直忙着工作 交心的朋友没有几个 但我跟你总觉得有聊不完的话题 所以如果到时候你不来的话 我就只能一个人过这个生日了 那行 我去 太好了 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能空手聊 我去 一切正常 您的身体状况有很大的好转啊 看来这是心情舒畅了 百病全消 老太太太太好了 大夫啊 您再查一查 我最近头疼 嗓子痒 还老爱咳嗽 不会有别的病啊 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 跟之前的病啊没多大关系 很快就可以调养好 那谢谢大夫啊 我身体变好的情话 千万别告诉西成 西成知道我身体不好 他才把锦西带来见我 哄我开心的 要不是我逼他一把呀 他才不能把锦西带来呢 记住保密 知道啦 怎么这么安静 看不过又有出什么乱子吧 神呢 不会又跑出去了吗 你怎么回来啦 我还以为你会工作得很晚呢 你怎么在家里面穿穿这样 我要试装啊 拿了你们花言的产品 总要在直播前试好的 总不能在直播当时才是吧 怎么 不好看吗 还 还行吗 要求真高 在我直播间里 所有人都说 我穿汉服特别虎风 特别吸引人 结果到了你这儿就只是 还行 算了 我也不指望你能夸我 毕竟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就差点开车撞了我 到现在你都还没有道歉 我 算了 我就大人不记小人过 不跟你计较 好 看来明天你再给他送他产品过来 看来明天你再给他送他产品过来 不过 他是要在这里做直播吗 你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真宝贝 这是我最喜欢的 荒山月的娃娃 当然宝贝了 你给我 该不会 又是某些人送的吧 才不是呢 别闹了 你快给我 这已经绝法了 你给我 顾西成 给我 给我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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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给我 不好意思啊 多少钱我赔给你 这是买不来的 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时 获得的奖品 已经绝版了 算了 你是不会懂的 算了 我 美丽派之法 让您恢复自信 汽车躲不停 有我就能行 欢迎收听FM38438 是吗 根据你描述的状况 只要想起这个女孩 你就会心跳过速 呼吸困难什么 小心 你 是 见不到她的时候呢 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她的样子 即便是非常恶劣 也会忍不住笑出来 是 是 那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联系她 即便跟她交恶也希望能见面 是 恭喜您 司徒先生 既然您已经产生了跟她亲近的想法 就说明你的病还有救 真的 我早就说过 你的亲密关系障碍是新音性的 并不表示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亲密关系 我之前就建议过你 多多跟女性接触 多多尝试 虽然收效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女孩的出现 至少证明我的建议是正确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 尝试多接近她 克服自己的心理恐惧 你让我接近那个陆安安 喂 抱歉 谷先生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描述查了 您说的那款娃娃 是四年前的新量版 已经全球受庆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顾总 帮我联系陈编辑 绽纺的事情 我答应了 您要接受采访 对 还有 你去西城最大的那间影楼 告诉他们经理 花言集团把他们买下来了 多少钱 任他开 顾总 找座 是 顾总太激动了 没想到您第一次专访 金人愿意交给我 真的很荣幸啊 拜托您的事情您办好了吗 您放心 已经办妥了 为了拿到荒山岳大师的绝办手稿 我可是连我主编的关系都动用了 您费心了 您太客气了 能拿到您的专访啊 一切都是值得的 否认您 孤雀 孤雀巢 何锦馨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荒山月的手稿集 怎么样 可以代替你私坏的娃娃了吧 这可比娃娃贵重多了 我太开心了 太感动了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是 到底怎么才能引起她的注意呢 回来了 又准备产品直播 对 你不觉得 这屋子里面很闷吗 贺锦馨 你不觉得 这屋子里面很闷吗 还好吧 把空调打开 把空调打开 快进去 干吗 我温度太高了 调低一点 这点小事 你不能自己来吗 我很忙的 说拿反了 顾总 说拿反了 顾总 贺锦馨 又干吗 这 灯光太暗了 把大灯打开 这是 不知道是谁带来公司的 我见也没什么用 就带回来给你看看 这是黄山月的手稿集 它怎么会有的 还说 随便拿回来 就那样吧 就那样吧 magn山月的绝版手稿 她怎么会有的 我就看看 没什么激动的 送给你的 送我的 补偿你被撕坏的娃娃 那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 那怎么行 弄坏你的东西就应该赔偿你 这是我的原则 而且 我还把我们拍照的影楼包了下来 那边的声光影更专业 你以后直播都可以在那里进行 这也太浪费了吧 你不要多想 我只是想让你卖出更多的花言产品 你不要负担 那 谢谢啦 谢谢顾总 大夫 和你 等等 我 �ou费 都咬 我们有什么 喂 安安 希希 你看見我給你發的鏈接了嗎 這個是顧錫成的採訪嗎 怎麼了 你難道不信訝嗎 這顧錫成可是從來都不接受採訪的 這次可是首次大度假 她是挺符合她的性格的 那她這次為什麼接受採訪啊 你聞到終點了 這採訪的記者啊後記裡說 這個顧錫成都是因為 脫了荒山月的福才能採訪到她 你說她話也不說明白了 這能脫荒山月什麼福啊 搞得神神秘密的 為這事顧錫成的粉圈都炸了 各種分析帖都出來了 笑死我了 荒山月 難道她是為了拿到這個 才接受採訪的 老大 你怎麼了 你不是從來不接受採訪嗎 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為了公司的發展 不是不可以做出改變的 我看就是因為那個賀錦熙吧 我看就是因為那個賀錦熙吧 我看了她的介紹 她說荒山月是她的偶像 陳編輯跟我講是脫荒山月的福 才能採訪你 有這麼巧的事啊 我看你就是喜歡她 但你不承認 四徒書 你不去寫真大小說真的可惜了 與其好奇別人的事情 不如管好你自己吧 我 我怎麼了 你和那個盧安安 怎麼回事啊 老大 你怎麼知道她 你這個人雖然沒什麼正型 但還算積勵 自從和那個盧安安喝完酒之後 你每天不是傻笑就是發呆 智商嚴重掉線 我 我沒有啊 我怎麼可能寫我那種女人 瘋瘋癲癲 我絕對不會和她見面 絕對不會主動聯繫她 我根本對她沒興趣 好 安安開始直播了 你不說對她沒感覺嗎 老大 還有賀錦希 給我看看 大家好 我們又回來了 我手上呢 這三個顏色都是花顏 新出眼影盤裡的 你們看這個豆沙色 這個顏色特別顯氣質 還很簡鈴 手殘腦可以避演入啊 她和花顏簽了約的 我再考考她的表現 沒問題吧 沒問題 看吧 買起來 我看到很多寶寶說 我身上的這套漢服 跟花顏新出的眼影盤特別搭 其實呢 也是我特意挑選的 因為花顏的國風理念 和古代的漢服特別地契合 所以喜歡漢服的小姐姐 千萬不能錯過喲 不能錯過喲 錦希對我們花顏的產品 下足了功夫 我今天這個招容啊 用的就是我們的 蜜糖和硫金粉 安安是不是穿太少了 不冷嗎 這是今年的主打色了 寶寶們看這個戲啥啊 你看這彈幕 大叔和記憬 是不是特別傻 不靈不靈的 吐吐的小公徒有沒有 還沒有下單的寶寶們 趕緊去瞧 你趕緊被有人刷裏 你看這 顧總 什麼事啊 利普曼先生明天就來了 我們已經為您準備好了 最好的翻譯團隊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 他不太喜歡條條框框 最好是親切的 家庭式的商談氛圍 翻譯團隊不用帶了 老大 我們是為了促進關係 才找到翻譯啊 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是 還有什麼事情 這款口紅色號呢 名字叫做雨冰 就是我嘴巴上這個顏色了 是不是超級美麗呢 是不是有那種 清冷美人的感覺 我們是為了工作 對 我為了工作 我為了工作 而且這股淡淡的蜜桃味 那我們一會兒再來 真的是又高級又少女 但是大家真的非常地開心 我也有一件高興的事情 想和大家分享 最近呢 我收到了一份 特別特別珍貴的禮物 是我一位朋友送的 我非常地開心 所以我決定 自掏腰包 送三位寶寶花顏的口紅套盒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裏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今天直播簡直太順利了 光好 亡好 一點兒也不卡頓 我們之前那個破網 直播一次要掉線三次 是啊 有人來看才怪 希希 想不到你給這個總裁當合同女友 還有這種福利呢 她昨天才說 租下這裏 雖然聲稱是 把聲光影更好 但我覺得 她是怕我在家裏直播 被別人看到 還有影響奶奶 拜託 你動動腦子想一想好不好 她肯定是把這裏買下來了呀 以顧西城的能力 她能在顧家給你裝修一百個房間做直播 但是為什麼卻把這裏買下來了呢 難道就是因為這裏光好 背景好 服務專業 這裏啊 顧西城該不會對你 別瞎說 是順便 不是專門 她 她讓我來這邊直播 是為了直播效果好 為了花言 你是裝傻還是真不明白 花言是只欠了你一個在乎主播嗎 顧西城對你這麼大手比 說明了她在乎你 笨死了 我去那邊看看 顧西城在乎啊 顧西城在乎啊 不可能 傅伯雅 喂 傅先生 你在哪兒 我去見你吃晚飯 我為什麼突然要一起晚飯啊 因為我今天生日啊 傅西 你不會忘了吧 沒有沒有 那你給我發餐廳定位吧 我馬上就過來找你 好 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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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見沒有 那邊的房間照修得更大 特別好 我要走了 去哪兒回去回了的 傅伯雅約我一起晚飯 我之前約好的 你什麼時候跟她關係這麼好了 最近飯堂花啊你 別瞎說 就是普通朋友一起晚飯而已 我先走了 我還沒買呢 我先走了 好 你點了這麼多菜啊 我今天呢 就不做紳士了 行使一下獸星的權力 點了一些這裡招牌的菜 你給我嚐嚐 肯定特別好吃 那 今晚有口福了 對了 這個是給你準備的禮物 你看看 你還真帶禮物了 謝謝 我 可以打開嗎 當然了 一個小禮物 希望你會喜歡 你怎麼會知道我喜歡這個 你怎麼會知道我喜歡這個 我猜的 我猜的 沒想到 真被我猜中了 謝謝 我很喜歡 我去接個電話 我去接個電話 好 餵 怎麼還沒回來 我 忘記跟你說了 今天朋友生日 晚點回來 朋友 陸安安啊 不是 是 傅先生 你給傅伯爺也好過生日 你給傅伯爺也好過生日 你在哪兒 我去接你 現在 我 地址發給我 不用了 我馬上回來 不好意思啊 傅先生 我有點急事 要回去了 要回去了 剛來就要走啊 沒關係 你有事的話 就去忙吧 一個我已經說到了 很喜歡 今天也很圓滿 我 再次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那 走了 注意安全 拜拜 我回來啦 我回來啦 你很有心吗 还给别人单独过生日 顾总 我在不影响合约的情况下 正常社交 这个您不应该干涉吧 原来你还记得合约啊 如果你单独在外面的情况 被奶奶发现 该怎么解释 我就是和普通朋友吃个饭 有什么好解释的 普 普通朋友 对啊 不然你以为我和傅伯雅 是什么关系啊 就 就算是普通朋友 也应该注意啊 何况那个傅伯雅 也没见过几次 交友需要谨慎 你把我叫回来 就为了和我说这个啊 我给你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 你在德国留过学 对啊 对 我明天晚上有个非常重要的 德国客户的饭局 对方邪夫人出席 所以我想带你去 顺便帮我做个翻译 做翻译 嗯 有问题吗 去德国的是贺锦西 不是我 啊 有问题 我的意思是 客户带夫人出席 但我又不是你真正的夫人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不重要啊 你只需要做好翻译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可是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 出去吧 啊 抱歉 顾总 我突然想起来 明天中午我有事啊 退掉 好疼 推不掉 我和安安明天约好了做直播 毕竟顾总花了这么多钱请我们 我们要尽职尽责不是啊 不差这一次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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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明天安安请了外援 人家可是粉丝千万的大网红呢 这约都约了 我们做人要言而有信 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上明天的任务 好的 要不这样 我出钱给你请最好的翻译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这么百般堂塞 到底是为了什么 给我个理由 没有没有 明天 我一定去 顾总 晚安 不错不错 有那味儿了 可说我这样临时抱佛教 学几句日常用语有什么用啊 我明天是要去做翻译啊 也是 那怎么办啊 有了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我想到了制胜法堡 这下我可有救了 有了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我想到了制胜法堡 我想到了制胜法堡 这下我可有救了 好 丽普曼夫妇快到了吧 你好 你好 丽普曼 欢迎来中国 你好 您的英文很好 他说你的德语 说得真标准 会一点点而已 我们做小聊吧 我一直很看重 德国的生物技术 这次能和丽普曼宣承合作 非常地开心 没有 很久 这是 回去 在这里 见不见 丽普曼 大家 去哪里 都去哪里 你好 您是非常有意义 丽普曼先生 怎么说 他给你呢 生意上寸突不让 您给我讲了 这是我的原则 不知道这里的菜 合不合您口味 我们边吃边聊 她做的饭 饭吃的饭食 这就是联罗的饭 是 很好 我喜欢 我的中国伴侣 会成为老天 他在中国工作 很严重的经验 我们将一起工作 利普曼先生说他 不了解中国的市场 所以呢 请了一个很多年的朋友 来当顾问 利普曼先生的朋友 应该也是业内精英了 来 如果你饿的话 可以少吃一点 但别忘记了自己的工作 嗯 顾总 这是你最喜欢的 塔布索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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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哇 啊 啊 你东西到了 什么 你看错了 什么 什么 凯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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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各位 我来晚了 傅 你已经在那儿了 很久不见了 小伯爷 我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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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丽普曼先生口称的顾问是你的 顾总 谨夕 我没有见面了 看来顾总 对我做这个顾问 好像不是很满意 你是丽普曼先生请来的顾问 只要是为了项目好 我当然没有任何的部门 只不过我希望你的目的单纯一点 除了这个项目以外的人和事 都不要过分在意 顾总 你想得太多了 不如我们还是先聊工作吧 不 对 对 对 顾先生 您的卡 顾先生 您不太舒服吗 没事 你们的化妆间在哪儿 前面有关 来 谢谢 苏妍心 你怎么回事啊 苏妍心 贺锦西 小心 小心 快点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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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关系 我不用的 你不用跟我客气的 我是觉得 我们普通朋友之间 不必这样 我刚捡到一个东西 这应该是你的吧 这 这是我听音乐用的 丽普曼告诉我 你在德国流过学 但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德语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来之前 翻页工作都是我做的 是丽普曼先生不满意吗 还是 你是觉得 我听不懂你说德语吗 对不起 傅先生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刚刚要是再晚来一步 你不会德语的事情 就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 苏颜希